首先我们来谈谈 目前美国对于全世界现在可能处在什么样的境界 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正在积极的做好 安内攘外的各项准备工作 其实以老师的个人眼光来看 拜登的确说得上是一个有足够智慧的贤君 不过问题是他手下有没有能成 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 这是我们有思考的空间 而且拜登实在是年纪太大了 也就是他实在太老了一点 老的什么样 老他的经历跟魄力就无法跟过去比较年轻的总统 例如谁 例如欧巴马可以相提并论的 而他后面的幕僚又显得太年轻 经验不是很够 没有足够经验来主持这个大局 所以目前美国的政局 无论是外交或是内政 都还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盘整期 是的盘整过后他们还是会回上轨道上 而拜登他为什么不用一些老臣谋国 资历深厚的官员 他从政三四十年 他一定有这些人选 为什么他不用 这些人当然也都有 例如什么 叶伦 现在财政部长叶伦 他就是老臣谋国的 官资深的官员 所以拜登现在的治国策略 他的重点并非放在自己能够掌握多少权力 掌握权力 当然是我们特朗普他最喜欢的事情 拜登他现在是摆在 在他之后 美国还有没有足够的人才来继续经营美国 所以与其说 拜登他自己想实现什么宏图大业 不如说他有一点点像什么 类似中国大清朝的老年康星皇帝的心思 但是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的美国将未来无以为继 没有足够的人才来继续维持美国的强大 十年之后再降下去 十年之后可能美国就不是世界的霸主的地位 那么之前的英国就有可能是未来的美国 所以拜登现在把一些比较没有经验的 比较年轻的开始先把他提拔起来 让他们有机会去历练 历练完之后 未来他也可以给下一任的后继之军来做使用 这些都是储备人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像这个部分 其实万恶的共产党他们做的就是比较有这样的特色 培育接班人 然后不要说是总书记 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 或是习近平 就光地方上培养人才 其实还是有系统维系去培养 当然不是每个都成才 半途贪污的肯定是很多 你要找到没有贪污的官员 基本上也是很难的事情 那么但是他有培养起来之后 有系统性的做起来 他到每一个任上当然就会做的比较完整 然后不然的话你民选出来的 无论是县市首长或是总统 你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去历练 去熟悉手上的业务 这就是政治制度还是有差别的地方 好吗 我们讲到这个 他内部官员 我们就可以提到一下 他的贸易代表 戴琪也是贸易沙皇 也是属于拜登冰枣险棋的一个布局 这个戴琪本身可能是拜登想要实行什么样的策略 实行以仪制仪的四金石 毕竟他是华人 现在最大的对手是谁 中国 但是老师认为这一步棋对于北京政府来说 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老师这么讲 因为戴琪本身出生在台湾人的家庭 父母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当然他父母不是出生在台湾 他的父母是江苏人 是中国去到台湾 然后台湾念完书之后 他们就再去美国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流程 所以说基本上戴琪一家人是 没有一个人是在台湾出生的 只是国籍当时是中华民国 那么当他全去美国之后 最后戴琪就在美国出生 看在什么地方出生 好像是在康乃迪克州 剩下戴琪 而戴琪他也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 他其实也经过匪区 也就是我们的沦陷地区 中国大陆 搞清楚中国大陆是我们中华民国叛乱的 20几个省 好吗 所以他叫匪区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什么 中山大学去教授英文 所以他是去过中国的 他曾经去过中国 而且在那边有一点生活经验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这个贸易代表对于中国的认识 可以说是非常的浅 因为他首先他的家庭 父母是那个时候是破络的中国 因为他们出生在破络的中国 战后的中国 自己生长在台湾 父母长在台湾 那么台湾那个时候正在经济 经济要起飞的时候 你整个明智跟他的环境 并没有很妥善 也没有非常好 所以他能够给戴琪的一些思考逻辑 跟他一些观感 尤其是对中国来说 是比较不平衡的一点 再加上戴琪本身去匪区任教的时候 是中国改革开放不久 国力还十分薄弱 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台海危机 飞弹危机 那个时候的中国 不要说你们多强大了 你硬生生被美国的舰队 吓到趴下来的时代 但是在后来戴琪的经历 就在2011年到2014年之间 他出任了对华贸易的司法首席顾问 所以说他在中国还是有谈判的经验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了 你要知道 他就算在那个时候 他对中国的策略跟谈判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是韬光养晦的中国 所以说对美国的这些谈判 都是放软的姿态 因为他邓小平的理念就是这样 就是要韬光养晦 把中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先富起来 那个他们的策略就是这样 姿态软软的 你讲什么我们尽量的配合 而现在中国经过了特朗普两年的教育训练 真的是一个很严厉的教官 现在你拿各种手段要来跟中国去谈 戴琪可以说是没有足够的实力的 哪怕他懂中文 也几乎是毫无作用 为什么 因为其实懂中文的美国人 然后不要说其他国家 光美国人就已经多如牛毛了 事实上也不缺懂中文的人 至于想拿华裔的身份 来采取对华人的心态 以及跟中共的勾心斗角 那更是没有用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共的内斗或是批斗的手法 他们才是专业人士 他们才是真正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所以说一个美国长大的华人 基本上跟美国人谈判可以很OK 因为华裔你跟美国人谈判 你就身在美国是OK的 但是如果要跟把斗争当成基本性的万恶中国共产党来说 这个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而且要对于规划美籍的 你又是台湾人的后裔 基本上中国也不会跟你讲什么前面 以自己这个想法就有问题了 所以中美贸易战的谈判上面 拜登用了戴琪 基本上就会陷入了很不理想的局面 哪怕他派一个懂中文的白人 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相对来说白人的脾气是比较硬的 他也比较去着重眼前的利益 这样的交手对美国来说 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只要以目前的中美的贸易之间的纠纷来看 只要戴琪还在的一天 基本上中国对美国谈判基本上是游刃有余 这种自以为懂华人的美国华语 思想上他的逻辑不及真正的华人 而他的心态坚毅又不够跟白人对抗 尔以我诈又不如印度人 选戴琪老师觉得真的是拜登的官员之中的下下签 这个美国人他们是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他们的心思跟意志是比较强大 这个我们真的是不可去会言是说 白种人他有他白种人的优势 尤其是美国人 他们在拓荒者时代所留下来 这个很坚毅的这种心态 敢于挑战的心态 是一般的华人是没有办法轻易的超过的 而现在的副总统他又是非印度裔的 印度人本身就是 这样讲好像不太公平 反正也没有印度人看我的频道 大概就是印度人是比较于奸诈狡猾的 所以是说他既不能够称上是有华人的智慧 也没有白种人的毅力 更没有印度人的狡诈 所以这样的人去谈判了 其实对美国就是一个伤害 除了刚才讲到戴琪现在在美国对外战略上面 新任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他在4月6日应该没有记错 美国不排除联合盟友一同抵制中国举办的冬季奥运 他的身份是国务院发言人 这个部分既没有透过国务卿跟其他盟国协商同意 也可能应该是没有获得拜登的首肯 然后他就自顾自的做出了这种发言 你是国务院的发言人 你的发言就代表美国国务院 所以说拜登选的人他太年轻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他没有经验 他可能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威势的 可以展出美国的高度的做法 这个东西是非常扣分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透过国务卿去做出国外交的布装的手段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已经确认了 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会有其他的盟友会同意 然后立刻出来应声 比如说川普讲的话 澳洲立刻跳出来说我支持你 巴西特朗普也说我支持你 但是这一次没有 所以你什么都没有布装状况之下 你就直接去讲了 那么你现在国务院发言人的言论 你就不是攻击中国这么简单而已 变什么了 变成是你完全不尊重美国的盟友 你美国要去抵制中国 我们也认了 这是你的国家内政 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什么 但是你说的我们就要配合吗 不配合就不是你的盟友吗 那么这样子外交上的私分 对其他的未来 对其他盟友来说 要跟美国配合走防堵中国的路线 就会产生了一些抵触的形态 好像我配合你 就是我做你管辖 你可以代替我发言 这是对的吗 这当然是不对的 而对于美国的外交上的进展 也并非如同他之前所预想的会这么顺利 回到了这个国际舞台上 然后美国说什么 别人都要配合了 例如什么 例如对于伊朗的制裁 美国就摔了一个很大的跟头 怎么说 因为特朗普他退出了伊核协议 并持续的去制裁伊朗 他是没有经过其他人同意的 他说我就知道制裁 谁不配合我的 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当一开始别人是会配合 但是现在伊朗在拜登上台的时候 各国都想拜登去递出橄榄枝 不如特朗普这个人已经退了 不然你也回来加入回来 我们重新谈一谈 看要不要解除制裁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能源供应更多元 那么拜登的回应就是怎么样 就说要我回去谈也可以 伊朗你必须尊重我美国的想法 不是尊重而已 你是必须尊重我美国的想法 我要你干什么 你就得照做 不然我就不跟你谈了 你要听清楚 你要我同意拿出你的诚意 好吗 那么这个状况 其他澳洲国家 欧洲的一些盟国 也等美国说好之后 大家才能继续谈下去 所以这样的态度 对于欧盟区的国家而言 也是很困扰的 因为欧盟区打算是好好谈 然后解除制裁 然后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恢复荣景 但是美国这样一弄 大家到底是要谈还是不谈 到底要不要继续制裁 大家都很难讲 所以当中美之间的关系越区复杂化 就产生了一件事情 中国跟伊朗就谈成了相当于4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这我们上周说过 而且除了伊朗一带一路的许多国家 在跟中国的这些协定里面 都是要以人民币作为结汇 结算的一个秘别 所以不只是伊朗的石油 包括一带一路很多国家 你要中国来帮助你 你必须要人民币来做结算 当然这也不表示 这些国家都会排除美元 而现实上是结算完了之后 各自的国家还是会把这些 结算完的人民币换成了美元 因为什么美元在其他地方还是很好用 但还是很香的 但是台面上就已经开始挑战美元为单一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 而问题在于 美国知道中医之间签完了协议 但是他的航空母舰又因为我们的伟大长龙的船堵住了苏维士印河 没有办法过去给你展示一下肌肉 那么你都已经签完了 然后河也通了 事情上就是这么巧 到底是不是人为了 说实在的 这可能几十年是上百年之后 回过头来可能才有一些 级密的资料可以解密 那么现在已经签完了怎么办 只好签完后的隔几天 来跟伊朗开什么会 开维也纳会议 搞了一个间接会谈 我并不直接跟你谈 我们靠间接的方式来做4加1的会谈 那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 这样的弹性就可能把美国原来的高度的主动性变成了被动 为什么 因为你是因为中国跟伊朗合作 你才被逼的必须要来去跟伊朗重新谈 不然到时候其他国家都跟伊朗一样 把你美国排除在外 美国你也吃不到什么好处 所以说像变成美国必须降尊于贵的 来跟伊朗去谈 变成了被动 速度之快也会让其他国际上的政府会觉得是说 你这拜登政府好像也没有什么底气 对不对 别人谈好了 你立刻就要变卦 然后低下头来跟别人重新谈 那你之前跟他前面下毒手 你怎么后面要跟别人握握手 不是很奇怪吗 这里面就变成透出一个空气 什么样的空气呢 美国在世界外交的领域上已经没有绝对的优势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 而美国在过去的优势中成为世界的霸主道路上 其实很多时候只能说命运之神是特别眷顾美国 怎么说呢 二战的结束 是因为美国两颗原子弹丢到了日本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而整个世界大战除了珍珠港 几乎完全美国的本土没有被波及到 所以当全世界大部分的比较先进的国家 都饱经了战火的摧残 唯独只有美国国内完全是安和乐利 还出现了美国队长 对不对 保存了国内的实力 进而可以在战后的时候快速发展 并且可以从英国人的手上 日不落地国的女王手上 抢到了世界货币的宝座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而时间转到了现在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上也发生了 类似二战时期的状态 让世界的权力核心可能要重新洗牌 但是引发这场变化了 却不像过去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所熟知的这些热兵器 还有我们军事的强度 而是变成了看不到的敌人 改变了这一切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新冠疫情 迫使了世界必须进入了另外一轮的 洗牌已经动荡 有长期追老师频道的朋友 就一定知道 美国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 因为这个病所病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二战的时期 阵亡的美国士兵的总和 一场瘟疫让美国牺牲了 比战争的时候还要多的性命 各位你可以看过一些好莱坞的影片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阿甘正传 比如说郭盖头 这些的战争片 其中战况之惨烈 牺牲之悲壮 美国是大兵 真的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什么人自由民主不爱 真的是前仆后继 但是这些牺牲居然比不上一年 在美国的本土上 有新冠疫情的肆虐 导致的牺牲的人数 这个状况是很有趣的 就是今天没有战争 而是在人们都吃饱喝足的时候 失去了生命 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 大量失去生命 居然是在风衣足食的时候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当时的总统特朗普 也就是我们的川普 颁布了跟拜登现在一样的口罩令 就可以大规模的阻止 新冠病毒的蔓延 如同像什么 如同像中国 控制的很好 如同像香港也是控制住了 包含台湾也是控制住了 更如同澳洲 白色联盟的一个议员也控制住了 都可以以最小的牺牲 达到最好的防疫效果 而如果美国没有因为新冠疫情 而停滞的经济发展 还能同时对中国展开更激烈对抗 那么或许现在中美势力之间的消长 又是另外一个画面 各位您说是吗 但可惜的事情 川普还是败了 他败给谁 他不是败给拜登 他是败给了疫情 输给了什么 输给了疫情之外 也输给了他自己 输什么 他也输给了他自己的老美国的精神 也就是只要我想没有什么不可以 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拓荒者精神 就连上帝都要站在美国人这边 为什么 God is white 上帝是白人 所以是说没有戴上口罩 也没有积极的防御 更没有避免欧洲的疫情传入美国 让整个白色联盟居然都被看不见的敌人 变怎么样一锅端一勺烩了 加上随意的退出的各种国际的联盟撤军 让国际之间开始无法对美国的说法 照单全收 就如同老师在2019年 应该是那个时候所做的中美贸易战系列之中 所预测到的 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看来一下 美国将会在特朗普的手上 失去了国际对美国的信任 过两年的现在好像似乎也因怨了 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刺激房贷 以及雷曼兄弟所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 全世界姑且对美国的亏损是照单全收 应该是被逼的照单全收 但是未来的发展 美国真的还能够以此去号令天下吗 真的能够无限制的消耗全世界的经济吗 就是美国肯 就是澳洲肯 德国也不肯 就是德国也肯了 法国也不肯 马克宏可不是吃素的 就是法国也愿意 中国 以及中国所领导的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 大家也不肯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 不仅仅只是美国的信义受到了质疑 美国人分享的利润也不复以往 对国际GDP的供应也是逐渐的往下滑 过去大家愿意配合美国 很大的原因也是很简单 是什么呢 美元的香味足够让大家可以跟着大哥走 对不对 你只要配合美国的老大哥 有钱有粮 还有兵器在走 来卖你武器 对不对 但是现在大哥变成是说过去他可以发钱给你 现在这个大哥不一样 他自己欠债也就算了 还希望小弟来帮忙还债 这样的大哥 你要大家怎么去挺你 对不对 除了铁杆兄弟之外 其他的小弟都会去掂量掂量 这大哥你现在不给我钱花了 你还要我去外面赚钱来孝敬你 这个想法就怪怪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孝敬你 一定要去忠于你的决定 大家都要去想 而美国有没有铁杆兄弟 还是有 是谁 澳洲 他肯定是头马头牌了 澳洲跟着美国声讨的中国 所遭遇到的中国在经济上面的打击 美国除了肯定 中国你真是自由民主的好伙伴 除此之外 他有去给予澳洲其他的补偿吗 澳洲的红酒 美国有照单全收 把中国的份额给美国自己全部吃掉吗 没有 澳洲失去中国的木材市场 还有煤矿量 美国有没有把它吃下来 没有 为什么 因为美国自己就有 就是美国也没有 加拿大也有 所以无论如何 加拿大还是得靠近美国多一点 尽管加拿大可能对美国口服心不服 但是身体还是比较老实一点 为什么 毕竟他们两个两个国家的国主是接壤的 有很多的商业往来 加拿大还是需要美国多一点 毕竟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国家 所以加拿大无论如何 还是必须跟美国一起站队 而除了白色联盟外 俄罗斯以乌克兰的问题 还有南海跟台海的问题 也现在也在挑战拜登政府 所以说我们看到除了外交上的兵困马伐 更重要的事情是 美国现在的国内大基建法案 并没有如预期般的快速通过 拜登全力的希望 可以快速的通过这些法案 一毛不差的赶快施行 然后为美国的基础建设 赶快把它铺建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实质上的建设 已经大大的落后于中国 如果只一昧的使用了什么 外交的手段 或者是制裁中国企业的方法 或是组成白色联盟来去做防御 来阻止什么 来阻止中国的崛起去超越美国 这基本上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其实美国自己很清楚 这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关键就在于国内的基础建设 你基础建设 如果你是非常强大 这个关键就可以让美国可以迅速的发展 为什么 你大型的建设方案 你就造成大量的劳动力 你的就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整体就业率的维持 就可以维持在一个低档 就是失业率低档 就业率高档 所以整体来说 美国如果没有提升自我基础建设 没说中国 告诉你 未来可能连印度都未来的二三十年以后 都有可能可以超越美国 因为目前的印度 也在努力的跟中国早期一样 去求此 求取那些外资 赶快进出印度 给你什么优惠 给你便宜的人工 给你的补助 免税什么都愿意给你 早期中国不就这样吗 所以才吸引了一大堆台湾人跟香港人 然后后面在前部后期 各国的洋人也都进去 怎么样 继续来去赚钱 印度也会做这件事情 各位千万不要小看印度 印度现在不是中国的对手 但是不代表三四十年之后 美国就是印度的对手 人口的质量跟含量 不可同日而语的 好吗 那么一来一往 美国如果没有趁现在的强大 赶快建设内部的软硬体 包含了教育水准的提升 各位很多人觉得 美国都很聪明 小孩子三岁就讲英文 是不是 他好像觉得美国一切都是好的 没有其实没有 很多华人去也觉得说美国很好 那是因为你住在富人区 很多的移民到了美国的 都说美国多好 你中国才比不上 台湾比不上 那是因为你家里有钱 不是你比较有本事 是你家里有钱 你可以住在富人区 你说治安很好 或是其他地方很好 那是因为你住在富人区 本身的治安环境就好 你去跑到一些平民住的地方 你晚上10点在路上走 单身女子在路上走 你的危险性一定很大 如果你刚好又是皮肤黑的 像老师这样 那你遇到的问题会更大 对不对 所以说他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跟上 精英教育就是希望造成了10%的精英 去统领90%的渔民 就要你们在高中毕业就好 你也不用懂太多 你只要会打篮球 打了足球 然后赶篮球 你只要体育好 还有肯努力 有接约率 对不对 当个中产阶级 跟你催眠这些事情 然后其他的最大利益给这10%的精英去做 所以说这个教育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需要把小孩送到美国受教育 其实你再毁了你的小孩 因为你的小孩如果未来不是培养到精英教育到长春藤 而是在美国的基础教育上 你的小孩未来绝对不是亚洲学生的对手 大家都一起长大 现在你在高中以下送到美国英国地方去 你未来绝对不是亚洲学生的对手 或许你是但是你的小孩不会是 为什么教育的程度不一样 除非你说到北欧 北欧可能还好一点 比如说瑞士 瑞士他们有专业在技职教育 说整个教育体系 其实欧美并没有特别强 他们强在高等教育 现在高等 他们的高等教育 当然就是亚洲望尘莫及的 所以说长期在精英的培育 造成他们的本身国民的素质的高低曲乎很大 说各位要送小孩到国外去念书 你真的要想清楚这真的是不是能够跟以后的亚洲人去竞争 好吗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美国这些问题 就是要知道是说 现在美国的关键到底是发展的过程 是不是真如同能够像夏朝的邵康一样 能够忠心起来 还是会像明朝的万历 你用尽了全力 但是国内的群臣的腐败 政治的腐败 却让万历皇帝无力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就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下去 好吗 来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